腸道菌群是生活在我们消化道中复杂的生态系统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食物 确保食物能被充分地消化和吸收 并且还决定着人体70%的免疫功能 这些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有着广泛的影响 包括肠道健康、心脑血管健康、肝胆健康等 益生菌自然存在人体的肠道中 在这个肠道菌群的微观世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 它们却容易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干扰 包括不良饮食、压力、服用抗生素等益生菌的食品和补充剂 含有对肠道微生物群有益的类似细菌 而益生源则是提供了必要的营养 能够刺激肠道中已经存在的好细菌增长 虽然促进肠道健康的最佳方法 是吃多样化和健康的食物 以及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调控压力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待续的 且难以治疗的肠道疾病 比如腹泻、便秘腹胀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摄入益生菌补剂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益生菌中有一些菌株 比如乳酸杆菌 双齐杆菌被认为可以产生锻炼脂肪酸 这个锻炼脂肪酸 可以刺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并为肠臂提供能量处理 糖乳杆菌聚居可以帮助预防 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乳双齐杆菌可以舒缓便秘 专家建议空腹服用益生菌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以液体制剂代替固体 这样可能会产生更好更持久的效果 日常可以多吃发酵食品 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多种有助于维持 肠道菌群稳定的矿物质和营养元素 但要注意泡菜和味精等发酵食品 重的盐分可能会过多 并且不是所有发酵食品都含有活性菌 这个是需要多加关注的 在选择益生源的时候呢 也可以选择多吃一些苹果 香蕉洋葱大蒜等 含有一生源的食品 今天的分享知识到这里 喜欢我的内容不要忘了关注点赞转发